参加丫鬟包地大婚 这么幼稚的借口 你也信啊 一个本应孤苦伶仃的女子 却离奇的嚣张跋扈 更有能力在一个月之内成功报仇 摆了沈子言和唐念约一道 你不觉得很古怪吗 于是彻底平定 回头宅子会升职 稳赚不亏 好的 那我就不操纳多余的心了 不用操心我的事 你能为我治伤 我已经很感激了 直接把阿姨伪装成感激 当然 她确实很感激 我还是要提前解释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我不为你治疗 而是治疗疤痕 需要一定周期 你眼睛恢复了 腿也需要时间恢复 我在等周期 并不是不给你治 我知道 那就好 没别的事了吧 如果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行 回去吧 慕容珠却便钻出了车厢 刚刚还有两人的车厢 只剩下锐王一人 君美玉垂着眼 看着女子刚刚使用过的茶杯 心中也是有涟漪阵阵 她将女子使用过的茶杯 拿在手里把玩着 眼神若有所思 好半生 悠悠叹了口气 京城 明君已经把所有知道的 都汇报给殿下了 学无掩埋 本宫知晓 辛苦嫡姑娘了 回头本宫派人将谢礼 送到府上 不敢不敢 殿下言重了 为殿下办事 是臣女的本分 谢礼还是要送的 毕竟本宫有可能再次辛苦嫡姑娘 那臣女多谢殿下赏赐 若殿下没有别的事 臣女便不多打扰 先先告辞 葛公公送客 是 殿下 是 殿下 嫡姑娘 那我才送您 劳烦公公了 参加丫鬟包地的大婚 这 人家都这么体恤吓人的吗 正常来说 幸福家里有红室 如果再离得不远 去看一眼是有可能 但没听说 为了一个吓人 特意出京去参加大婚 况且 慕容娃雀替嫁入京 也才一个多月 收那个丫鬟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关系处得就这么好了 参加丫鬟包地大婚 这么幼稚的借口 你也信啊 一个本应孤苦伶仃的女子 却离奇的嚣张跋扈 更有能力在一个月之内成功报仇 摆了沈子言和唐念约一道 你不觉得很古怪吗 皇兄 您生气了 她也没得罪本宫 本宫生什么气呢 那就好 吓死我了 慕容姑娘她确实太嚣张 我怕她也不小心冲撞了皇兄 如果她真的冲撞了您 您可别和她一般见识 她就是个没教养的私生女 与其说是生气嘛 倒不如说是好奇呢 她现在所表现出的一切 都和她的身份极为的不相符 不是吗 确实 报对了皇兄 太子妃人选 您定下来了吗 到底是新小姐 还是慕容小姐 皇帝很好奇呢 是吗 那你觉得 应该由谁来做太子妃呢 皇兄别说笑了 我哪懂这个 您信心好 直接告诉我吧 可好奇死了 无 无 无太子妃 他们两人都不做太子妃 回宫 周晚 葛公公接了命令 角落里的车队便悄然启程 第二批实验结果 出来了吗 回殿下的话 结果出来了 依旧有奇效 用药后 兔子伤口的愈合能力 拿大快过未用药的兔子 而且十只未用药的兔子中 有三只发热而死 但用药的兔子 一直没死 另外一组恶劣环境 十只未用药的兔子 有七只发热而死 但用药的兔子 依旧一直没死 绿毛而已 为何会有这般奇效呢 他真是听什么游医说的 会不会是 去 带本宫去看看兔子 殿下 做实验的地方比较危险 考虑到殿下跪体 还请殿下三思 太子唇角的笑意淡了一些 葛公公急忙瞪了官员一眼 官员也不敢再说什么 连滚带爬的带着太子去了 葛公公 是 奴才在 一会儿派出两队人 第一队到慕容家别院 问他们是否有一个 擅长致力纪的老者 以及老者的身份 这第二队 到金赵尹 调查慕容麻雀的丫鬟 是从哪里买的 籍贯在哪儿 立刻去办 今天日落之前 本宫要得到回复 是 殿下 猪二哥 马军一样二十份 金赵尹药 越快越好 好嘞 猪二 开工了 是 大哥 皇后娘娘驾到 儿臣见过母后 儿臣给母后请安 今天怎么突然来本宫这里了 上书房休息 没出宫游玩 出去走了一圈 无奈泰国思念母后 所以便回来了 母后你快坐 我真给您倒茶 本宫正忙着呢 你直说吧 有什么事求本宫 母后 皇兄的太子妃人选定下来了吗 刚刚儿臣问皇兄 皇兄竟然说吴 到底什么意思 两个都没选上 闹了半天 你来竟是为了这件事 你皇兄说的没错 确实是吴 你皇兄的意思 太子妃置位先空着 两人都做侧妃 什么 都做侧妃 空着朕妃 这合规矩吗 自然是不合规矩的 但太子给出的理由 也确实有道理 新阁老和慕容尚书 代表了两派人 新阁老代表的是朝中老臣 慕容尚书代表的是朝廷新秀 这两派表面平和 实际上暗中较劲 如果选新竹语做太子妃 老臣一派便压了新秀一头 若选了慕容燕染做太子妃 新秀官员倒是高兴了 只怕含了老臣的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 确实如此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吧 太子妃之位不能一直空缺 难道要跳出两派 重新选歌 太子的意思是 在他登基之前 太子妃一位就这么空着 更许诺登基之日 会从两位侧妃里 挑选一名出来 做皇后 如果真的这样 那也不错 只要位置空着 老臣一派和新秀一派 为了这位置 也会拼了命地帮皇兄做事 而也除了新家和慕容家 其他臣子 也多少惦记这位置 会讨好皇兄 进而更是效忠皇兄 没错 但父皇那边能同意吗 这个你放心 你皇兄自有安排 王傲之前还担心 闹了半天 竟担了没用的心 皇兄有安排就好 对了 今天你见到太子了吗 刚刚见了一面 后来分开了 最近太子在忙什么 本宫问他 他却不答 只说事成之后 再告诉本宫 既然皇兄说 事成之后告诉母后 那就等事成之后吧 母后就别在儿臣这套话了 套了 儿臣也不说 只需你在本宫这里套话 就不让本宫套你的话 还有天理吗 母后明见 这能一样吗 太子妃的事 皇兄已经定了下来 铁板定定 但皇兄做的那件事 还没定 儿臣哪敢往外说 好好好 本宫不问总行了吧 多谢母后海涵 如果没别的事 儿臣就先告辞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 想本宫了 现在套了个话 就准备走 想是真想了 见不是也见了 儿臣知晓母后公事烦吗 不忍打扰 正好 儿臣回去多读几本书 好了好了 本宫逗你呢 去吧 石军医 那么这两人 把王就拜托给你了 王爷严重了 当初小人家中遭难 是王爷大发慈悲 救小人于水火 小人一直苦于 没机会报答王爷 如今王爷终于 有用得上小人的地方 小人愿肝脑涂地 占地医馆 却不知瑞王用了什么高招 竟让这个北方军营来的 石军医成了总负责人 石军医也对医馆进行了安排 轻伤者会被放置在轻伤所 或者重伤所的一楼政厅 重伤则是送到重伤所的处理室 这个处理室 也是石军医的壮举 至于慕容猪雀和猪流连两个人 则是直接在药坊工作 成了分发药物的药剂师 猪大哥猪二哥 马军医药二十分 精床药越快越好 好嘞猪二 开工了 是大哥